狗狗为什么 嘿 各位好 这里是自由猫 我是猫爸 我是猫妈 为什么系列我们来聊聊宠物 解读狗狗常见的行为 以及狗狗情绪背后的含义 当然也会介绍猫的行为 我们来了解猫与狗的自体语言 以及他们的行为动作所代表的意思 游行观察猫小孩的行为 就能及时给予协助 这一集我们来揭开狗障人士背后的原因 的确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狗狗在主人身边的时候 会表现得十分嚣张 甚至有时候会对其他人或动物 显示出攻击性的行为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有趣的影片 看到狗狗在主人身边的时候 行为表现非常凶狠 这是当主人在他身边的时候会很凶狠 可是当主人不在身边 他的气势及态度马上大转变 说是小闹闹也不会过 我们也看过影片有两只狗 隔着铁门互相嘶吼 可是当铁门打开 两只狗马上态度是180度的大转弯啊 不像之前嘶吼凶狠的样子 其实这背后蕴含着一些 深层动物的行为原因 我们继续来了解吧 狗为什么会狗葬人士呢? 要解释这种行为 我们需要从狗狗的祖先狼来着手 在野外狼是群体形式生活的动物 而且存在的是有领袖地位的状态 而我们的家犬在进化的过程中 仍然保留着这样群体的行为 因此当狗狗认定主人是领袖的时候 就会展现出类似保护领袖的群体行为 另外狗狗的社会地位 也在这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有些狗狗本身就是性格较为自信或比较具有支配性的 他们的行为会更明显有狗葬人士这样的趋势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不代表他们是恶意的 而是基于他们对于群体以及领袖的忠诚心理因素 所以说狗葬人士这样的行为 这通常是一个正常的行为表现 并不需要过度的担忧 不过若是狗狗的行为太过激烈 或者对其他的动物或人造成的伤害 这时候就建议及早咨询动物行为专家 咨询专业的意见 以了解具体的处理方式 至于狗葬人士为什么都是小型犬居多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原因 第一 主人虫冠的 很多主人都会对自己家的狗狗疼爱有加 对于小型犬他们喜欢抱在怀里 而且有些主人会觉得狗狗体型下不给他们带牵引绳 所以这时候会造成家里的狗态度嚣张 平常没有好好管教的话 他们就会出现狗葬人士的情况 所以说这是主人灌出来的 第二 嫉妒心强 狗狗对自己的主人正犹豫通常是比较强的 一如像吉娃娃或太低犬 他们的嫉妒心都非常强 所以如果发现自己的主人碰别的狗 他就会吃醋生气 如果你当着狗狗的面前跟别的狗友好 或跟别人的狗友好的话 会让他们很嫉妒的 所以这时候他们就会在主人面前显示出嫉妒神奇的样子 第三 给自己壮胆 小型犬通常是比较敏感 胆子比较小的 有时候他们的废叫 其实是源自于给自己壮胆 保护自己 他们喜欢通过这样的方式 霍阻敌人吓唬他们 所以如果是家里的狗狗 平常就是胆子小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废叫 其实是在给自己壮胆 而不是真正要攻击 第四 领地意识 抢 不管是大型犬还是小型犬 有些狗的领地意识是很强的 尤其在小狗熟悉的环境中 对于小狗来说 这就是他们的主场 有了主场的优势 小狗自信心就会很强 当别的狗靠近的时候 他会认为别的狗侵占了他的地盘 所以就会对着其他的狗吠叫 第五 心中没有安全感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小型犬比大型犬更容易吠叫 大部分的小狗都比较胆小 内心也比较敏感 而且非常黏人 当小型犬和主人一起外出 看到别的狗或人靠近的时候 他会害怕主人被抢走 就会先一步的对着别人 或对着别的狗吠叫 企图用这种方式击退敌人 所以这时候就会出现 类似狗障人士的行为 虽然狗障人士还是不太好的一个行为 主人最好还是及时能够 把狗狗的行为纠正过来 前面谈到狗障人士这样的行为 通常是狗狗对自己的主人 感到极度的依赖 而且需要保护 他们认为自己拥有主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会变得很自信跟嚣张 所以你家的狗 如果有类似这样狗障人士的态度表现 不要太担心 这是常见的行为 主人需要跟你的狗建立稳固的性能关系 并提供正确的社会化训练 这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 如何克服狗狗会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来探讨如何帮助狗狗克服这样的行为 在这里毛把提供一些建议 包含一些训练方法 以及适当的调整环境 希望能让主人与狗狗建立更好的关系 首先我们可以训练狗狗基本的服从训练 例如训练狗狗基本指令 例如坐下 别动 等等 让他们明白你的指令 如果他们能够明白你的指令 并且做出正确的行为 这时候就要给予适当的奖励 让他知道这样的行为是受到主人的欢迎 再者是社会化的训练 带着你的狗狗出去 跟其他的狗以及人互动 增加他的社会经验 帮助他建立自信心 让他熟悉陌生的人以及陌生的狗 他就比较不容易紧张 当狗狗建立了自信心 他就不需要给自己装胆 或者因为没有安全感 而去适合陌生的人或陌生的狗 总之训练狗狗克服这样的行为 是需要时间 耐心和正确的行为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 请各位记住要尊重你家的狗狗 与他建立起互信的关系 并且咨询专业的动物医生 和动物的行为学家 以了解如何正确的训练狗狗 以上就是自由猫这一集 对于狗葬人士的行为 以及行为原因 甚至是如何克服这样的行为 跟大家做个说明 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在留言栏我们一起讨论哦 影片最后提醒大家 记得按赞订阅及分享哦 这里是自由猫 我是猫把 我们下期见